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告别特赋也》 邱成本名邱宪荣 1977年金运奖第一集出版的时候 他虽然只是政大新闻系的学生 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28岁了 比其他的名歌手 年纪都大上好几岁 1949年出生于台中东市的邱成 他的父母亲都是客家人 在东市经营旅社 邱成说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迷上了美军广播电台的西洋音乐 所以初中跟高中好几次留级 最后勉强在新升高职补校 混了个高中学历 可想而知这样的程度 考大学当然是落榜 只好先入武服役 直到1973年退伍之后 邱成第三次参加大学联考 终于考上了政大新闻系 因为邱成在读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自己摸索自学 怎样弹奏吉他 所以他在就读政大新闻系的时候 他就担任了吉他社社长 还自己补取写下的 包括小茉莉 《风告诉我》 《看我听我》这些歌曲 但是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歌声柔系的包美盛 演唱的小茉莉 还有歌声高亢的秋秋合唱团 的这个娃娃金志娟 演唱的这个旧在今夜 竟然会是同样一个作者 邱成的作品 这两首的曲风 差距未明也太远了 那秋秋合唱团是成立于1981年 直到1984年解散 这是台湾音乐时尚 很重要的一个乐团 因为他摇滚着曲风 流畅的旋律 还有强劲的节奏 沙哑的唱腔 加上活泼的演唱方式 给当时的校园民歌的台湾乐坛 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 但是走红之后的秋秋合唱团 立刻就被把持秀场的黑道 给盯上了 那辛格唱片 在又一再地催促秋成 要尽快追击 赶快出第二章 那这个时候秋成跟团圆之间 刚好也因为酬劳分配 而互相不信任 心生嫌隙之下 就大家都对媒体放话 最后秋成就遭到黑道 以尖刀刺伤大腿威胁 心灰意冷之下 就离开了秋秋合唱团 但是秋成会离开这个唱片圈 除了表面上 黑道对他肉体上的伤害以外 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政治迫害 才是背后真正最大的黑手 因为1980年 梅艺岛受刑人林英雄一家 惨遭情治单位灭门 那这么残酷的林载雪案 让秋成不再留恋 就是只敢谈一些风花雪月的校园民歌 那他离开校园唱片圈 沉浅了很多年之后 他又对原住民汤英生被判死几 出了这张纪念专辑特赴也 当然了立刻就被新闻局插进 从此他就从原本广受欢迎的校园民歌手 秋成变成了国民党要封杀的这个党外歌手秋成了 那秋成在组织秋秋合唱团时 就不顾主流音文化工业的反思跟不满 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新阁唱片的金运奖 秋成就坚持说 这个只是校园歌曲不是民歌 但是当时的这些像 那个李双泽杨璇这些大中国主义者 却认为是民歌 那相对于其他中规中矩的校园民歌手 秋成算是一个比较叛逆的 但是秋成却是偏向比较本土的 那美丽老事件之后 让秋成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反省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成为一个风花取悦的音乐人 每天随便写写歌 然后晚上就抱着女歌手来睡觉 那让他惊讶的是 很多在音乐圈里面有才华的人 就是所谓的天王 过的都是这种浪漫幸福的日子 秋成说他不愿意再当这样的人了 那我们刚才介绍这个特赴也 就是以当时发生的汤 音声事件为题材 号称这是台湾第一章 所谓的报道音乐 但是以秋成的才华 对于主流文化工业的觉醒 以及对时事的深刻关注 却没有想到说 要用客家母语来创作 反而是积极投入了 这个民进党政治活动 并且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抗议歌曲 就成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校园名歌手 那我手上这张是秋成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 这张叫做你可以看到 这个还叫做新民风 所以这个叫做秋成的季节 那主打歌就是这个尤才先生 这张是秋成的第一张的第一张专辑 这个时候还有一点校园名歌的样子 到这个就可以看到就已经几乎就是 反国民党的党外歌手的形象 为什么要听到这张专辑呢 就是这样子